这些明星竟然玩车阵?还当场被捉到?没想到连在TVB这么出名的他也玩,真的惊呆了。 于群确实有不少明星深陷车阵迷情而惨遭媒体抓拍,那么这些车阵门的主角们的现状又如何呢? 杨怡与罗仲谦自12年拍摄《Encore》36小时i.i.i.被传出姐弟恋后,转眼间已经恋爱三年。 这几年罗仲先修心养性努力工作,终于拉近了和事后女友的距离,去年获得了无线电视剧充现的男一号角色。 据悉,两人原本已经达成共识,计划赶在今年8月,杨怡36岁生日前结婚,而杨怡也痛快地储备了近2000万物业的嫁妆作为回礼,奈何罗仲谦本姓花俏和蔡思贝大玩暧昧? 杨怡也曾要求罗仲先斩断关系,但两人却一直纠缠不清。 据传杨怡大怒之下,已经要求取消婚约。 2012年9月21日,杨怡和她所属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做出行动。 杨怡以个人身份向香港两家媒体发出一封律师信,要求对方道歉。 同日,无线外事部副总监曾行明宣布,为保护其下议员,维护他们的声誉和公司形象,正式向报道此事的两家媒体发出律师信。 3月21日,由网友晒出吴越向女友求婚的照片,照片中,吴越丹西贵的,为女方套上闪亮的戒指。 该网友称,看到朋友圈怒人罚吴越求婚了。 次次求婚是在某私人聚会中进行。 此前吴越曾与某女子车镇被拍。 声称将娶女方为妻,但这位未婚妻却非当年车镇门的女主角。 2013年7月,有媒体拍到吴越与某女子在酒店停车场玩车镇,引得酒店保安到车前敲引擎盖。 车镇门事件一时之间让她上镜头条,不久后,吴越称自己会迎娶该女友。 然而在2014年3月,吴越遗憾地宣布,自己已经与该女子分手,主要原因是双方父母的反对。 吴越说,非常遗憾,事实难料,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很爱她但是也尊重她的意愿,在痛苦两久之后,我现在是单身状态。 被问及是否因车镇曝光导致分手,吴越否认,还真不是,当时我们已经处于订婚状态,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出现了那个事情,时间不对,地点不对,唉,算了不说了。 王雪冰与孙宁可谓一见钟情,两人谈恋爱时由于经常要拍戏而分局两地,因此两人对彼此都非常的想念。 两人结婚之前也玩过车镇门,王雪冰对孙宁一片痴情与疼爱,感情浓郁艳厦旁人。 不过2012年4月雪冰孙宁被告离婚。 演员王雪冰因涉毒被北京警方抓获,因在认罪态度良好,所以被取保候审。 前妻孙宁表示,自己正在国外度假,不知道这事,因为当时是晚上,还来不及了解情况,不方便说什么。 孙宁与老公王雪冰离婚后坦然对这段婚姻唯一遗憾就是不能以生一世,承认有具体原因但不愿对外透露。 两人的两人离婚协议处于保密状态,孙宁称自己对伤痛健忘,对于两人是否还是朋友表示不太好说,但他否认了有心恋情。 吴京谢南车内热吻,二人接吻太过于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还有媒体。 两人在去医院探望病人时,连了谢南要下车,吴京一把江谢南拥在怀里,随后吴京谢南两人在车内激烈热吻,随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2014年11月11日,湖南京市主持人魏巍在微博上传语模特同臣结,在民政局拿住结婚证书的亲密合照,并开心宣布,我们成亲了。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童掌柜,我就是你的魏小二,爱你,用余生,慢慢地,静静地,淡淡地爱你。 童晨节转发了魏巍的微博并回应,今天是掌柜和魏先生开始新生活的好日子,掌柜一直都相信爱情,相信婚姻。 感谢我们的勇敢,感谢我们的赤子之心。 双十一抢拍到你,用了一生的运气,由你相伴,再无所谓拒,爱你。 据悉,童晨节是足球明星谢辉的前妻,2011年两人离婚。 2013年11月,童晨节被拍到与快男冯明朝上演激情车阵,随后又去酒店开房。 当时冯明朝还在微博表白,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女神,那么我想,你已经住在我的心里。 S标准同掌柜 汪峰和一个戴住棒球帽的女人同行,随后两人动作迅速地开门上车,跟着发动汽车离去。 开到了东四黄边的一处公寓社区,此时已渐渐叶山人静,女孩坐在后车座上,汪峰立刻凑上前来,紧紧抱住女号,紧接住车内一片漆黑。 过了好一会发现汪峰的车椅稀阔,车身似乎轻微晃动。 2012年8月份,无限小声谢天华被媒体拍到与摩托狗云会在街头公开车站立小时,据悉,生性豪访,有助中日法三国血统的狗云会在与谢天华激情的一个小时里,相当积极主动, 表现大胆,禁不住就获得谢天华由前座转到后座,两人在车厢内激情开战。 在外,回家伴母偶哥的临时节,Austin,上月宣布和女友邓颖之,Benji,分手,指Austin偷使命魔晓三Ground,上月两人竟在西贡玩车阵, 怎知被女友Benji急上捉奸,结果Benji怒偏赴欣男。 饱受情伤的Benji,于上月底在个人主页贴鹏顺偷使的新闻并留言, 相比起这个人偷识,半夜开车去荒山野岭同德女的在后座,不知差了多少。 难怪有传爱测车阵的女主角是Gwen, 不过,据Benji闺蜜昨日爆料, 其实车阵小三六有其人,对方是一名圈外女子。 香港媒体记者拍到陈展腾开价值300万的名车, 接送中佳新, 只是途中害望我弹琴导致与前面的进程车发生轻微碰撞。 虽然事后中佳新迅速逃离现场,可惜只包不住火, 在大斑木鸡正人指正下, 两人唯有托磁搭顺风车, 保护刚刚萌芽的爱情。 陈展鹏驾车来到中佳新楼下, 大约等了近十分钟, 中佳新现身, 两人车厢内一直亲密不断。 不知道是否洗得太早, 或者太投入亲密, 与前面的计程车发生轻微碰撞, 最终导致交通意外发生。 车厢内, 只见中佳新与陈展鹏交流一阵子后, 中佳新下车狂奔, 只留下陈展鹏一人善后。 天后张辉妹与篮球明星合手正恋爱的消息已经传过好多次, 虽然张辉妹依旧独来独往, 拒不承认, 但是两人之前暧昧之情依旧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网络上流传两人深夜约会的画面, 青岛浓处更情不自禁地在车上相拥热吻, 看来阿妹次次要摆脱单身的境况了。 凤凰铃嘴洞文韬日前被媒体拍倒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与女友在车里激情热吻将近三十分钟, 女友穿着红色上衣, 性感火辣, 从两人的亲密动作上可以看出感情非常之亲密, 令人期盼二人是否好事将近。 高凌峰的妻子金友庄与神秘男子车阵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让人不禁怀疑二人多年的感情出现裂缝。 高凌峰妻子性感火辣与陌生男子在车内旁若无人相拥热吻, 两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 全然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 2012年4月30日, 高凌峰宣布离婚已经两月。 歌手高凌峰去年2月17日去世, 妻子金友庄被报准被卖方还贷款。 亲子电影《宝贝对不起》上映后, 一众主演们再度引起网友关注, 少兵的龙凤胎儿女嫂子娇嫂子恒更是殷奇之帅的性格赢得网友喜爱。 乃兰主力后卫孙月与女友的车阵门事件震惊娱乐圈和体育界, 孙月也因此而臭名昭著。 被记者拍到的孙月树林夜会富豪女, 更在车中挽起了无间道, 开放程度令人扎折, 两人的暧昧照片已经传出就受到网友们的热烈评论。 北京时间9月2日下午, 孙月的妻子陈璐在个人微博上晒出了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 无论是照片所摆出的造型还是文字记录的自己行业, 都洋溢注她与孙月婚姻生活的幸福。 演艺圈超强发电机杨千佩甜美, 活泼, 绯闻对象非富极贵, 2008年与身家800亿元的香港富商霍振廷孝儿子霍企人同游英国传绯闻, 录取海语林又威, 魏斯理、贺锡景、杨世豪、周孝安等人传绯闻, 与肖亚宣就爱龙陈汉牵手返家, 被执即一为爱小他三岁的季亚文怀中。 今年2月还坚称没有女友的何优企, 与其23岁生日后的周日, 被拍的与长连板中家新女友拍拖到九龙城买鱼蛋粉, 友情饮水宝, 不用针修百味做陪衬。 一向低调清明的游戏, 这天只穿T恤剥鞋, 与T托女友手托手漫步街头, 情到浓时更当众青睐女友妖枝, 甜蜜无比。 最令人好奇的还是顾长违板车阵门事件, 这起车阵门事件原本毫无征兆, 顾长违和老婆蒋文立前去恩爱泡温泉, 那只蒋文立前脚刚走, 顾长违就和无名女子上演激情四射的车阵门事件。 二人人前的恩爱与甜蜜, 背后却挽起了车阵门实在让人摸不住头脑。 被称为台湾小金城武的陈柏林搭上身材火辣的嫩模Mandy Newco, 由于两人年龄相仿, 因此应该旁若无人的亲热。 两人被媒体拍到购买性感内衣, 一路上亲亲我我, 更在车里情不自禁闭热闻起来, 看似两个人关系非常浓密。 嫩模居盈与富豪男友约会, 临走前和男友在车里激情热闻, 却被媒体带个挣住。 虽然之前与汪小飞的暧昧照片 不经意间流传, 对大S和汪小飞产生不小的影响。 但是随后却立即打上身家上映的富豪, 不仅频频热吻, 而且还极尽无内, 看来这个虚影不简单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